那我們先把這個軟體安裝的這個流程先給大家看一下 OBS呢 如果老師您回去 可能有些人他是這個Mac 對不對 他也有 所以Windows版本也有Mac版 事實上他在哪裡 在我們的那個 官方網站上也有免安裝版 就連安裝都不用的 這個也有 這一台也有缺 也有缺那個元件 好沒關係 這個時候你按下是之後 他是會帶你來這裡 那我就把他安裝起來 好把他執行 這個時候他會把微軟的這個 元件先把他下載 那你下載完執行 安裝之後 你再把OBS裝起來 好這個同意一下 原則上通常是比較新的電腦 剛開始 就是他可能還沒有裝這些元件的時候 可能會有遇到這樣子 好現在呢 我就再重新執行一次 下一步 下一步 安裝過程英文的 但是你打開之後就是中文的 好 像這樣子 我們把他裝起來 好的現在裝完了我們按Finish 這個時候呢 你打開之後他會有一個設定的精靈 因為像最近 剛好今年那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有些學校 在辦活動的時候 也會怎麼樣 用OBS做直播 可能老師也許都有 稍微遇到 就是有一些活動 來首先第一個我們看一下這裡 你進來之後有沒有發現他有三個選項 就是有所謂的 設定精靈 好那 一般來講 其實我們 老師應該沒有要當YouTuber 所以可能 直播的部分就是所謂的串流 我們就比較不需要 我們只要拿一張錄影就好 所以通常我們會把他設成第二個 那 OBS呢在今年的更新裡面 也是因疫情的關係 因為老師有發現 新聞上 有沒有一些報導說 那個 家裡面啊 不太適合 或工作場所不太適合 背景讓人家看到 有沒有 對啊 這就有點困擾 所以 他在最新的更新裡面 多了一個叫 虛擬相機 也就是相機也可以用虛擬的 今天你在OBS 做好的 就是 具備好的 做好的場景 你可以 當成一台攝影機 那當您在做所謂的遠距會議的時候 我就選OBS這台攝影機 別人看到的就是你安排好的場景 這樣你了解意思 所以 連相機都可以虛擬化 所以這個是 他這邊做的一個選項 那我們就選第二個 錄影就好了 那下一步呢 下一步這裡 他問你說 你的要錄的 是多少的解析度 然後他的這個播放的速度 你可以照他預設就可以 原則上他會抓到你現在目前螢幕的解析度 所以我就在他預設的 沒有做太多的設定 基本的而已 所以 如果說萬一你不小心關掉了 你想要再找到他 你就把他 從工具裡面找到就可以 一進去之後是一個黑色的介面 那我們OBS本身 我把它稱作 叫做虛擬攝影盤 你看我們教職現場 這邊有綠幕 其實我今天有帶三條 也有帶三條 因為平常 我都是帶著我們家 曬衣架上課的 沒有那麼大的 空間去組裝這個 我就帶曬衣架上課 那 這個呢 等一下我讓大家體驗一下 那麼 OBS最大好處就是 他是及時的藍綠幕去背 也就是說老師 如果說 我們 一般的做法 可能老師是怎樣 就是 錄影完 然後才去跟你的 教材做整個 這種的我們稱作什麼 後製 後製 但是呢如果你覺得 我 好像 不要那麼麻煩 其實你可以 及時的馬上就做好 所以這個就有點像我們在電視台啦 或拍電影這樣 拍完了 他馬上不用經過後製 馬上就 直播出去了 就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 因為我們現在電腦的設備啊 已經變得比較怎麼樣 比較 運算速度比較快 而且呢 我們的網路 再加上我們的網路攝影機 軟體是不是都已經到齊了 所以 您應該也可以很清楚發現 這一波雖然疫情那麼嚴重 但是爆發了很多網 因為 網路上是創新應用 對不對 以前大家覺得好像 這個 不太可能會去接觸的東西 現在大家逼著 一定要去做 可以 那 這樣子大家了解完了 有沒有老師您剛剛 安裝還有問題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您這樣駕載的嘛 對不對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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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